不把孩子生在这里 是我给我孩子最大的爱 爸爸爱你孩子 爸爸不想让你受苦 所以你就别来了 如果我能认出去 我一定要让你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更好 爸爸爱你 绝对不会让你在这边土地出生 哈喽大家好,我是巴九 刚刚看到前面的影片 相信大家都是蛮感慨的,对吧? 那中国经济下行 已经是不可逆转的局势了 从今年年初各大工业区的萧条 事业率大增之外 各大市中心的人潮也搭不入 19年之前那样的繁荣了 是有回问没错 但这个回问的现象 总体来说还是衰退的 当然还是有几个特定的点 在中国是繁荣的没有错 但总的来说是下行的 我们看中国各大的CPI、PPI 就可以知道了 那最近还是有很多的中国网友发现 上海的机场啊 北京的机场啊 都冷冷清清 上海有两个机场嘛 因为这个业务量不足的原因啊 所以啊 把另外一个这个机场 大部分的业务都转到 这个比较大的那个机场 你就要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而现在北京正在下大雪 大雪纷飞啊 也是最近这个零下负十几度啊 对吧 非常的寒冷 这个我体验过的 在德国 那美国大使馆外面啊 还是大牌长龙的 各种的中国人 去这个赴美面试签证 那为了什么呢 出国旅游看看 美国现在大部分也是 冰天雪地的状态了 那像这个泰国等国啊 开放中国人直接免签入境 怎么 没有那么多的中国人过去呢 难道是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提高了 不想去泰国 我想要去美国看看吗 当然不是啊 你只要先取得美国签证 什么时候论 随时论 总比第一次申请来的方便 不然今年也不会创新高的中国人 走先去美国的这个基数 那这些影片我们都分享过了 这里就不再分享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别的中国经济萧条的影片 你们感受到了吗 现在已经不是说 你想挣钱就能挣钱的年代了 不是说你家食材特别好 或者说你家特便宜 或者说你家特别火 你就一定能挣到钱 不是 现在大街上都没人 我感觉已经到了 老天爷想让你挣钱就挣钱 老天爷不想让你挣钱 就不挣钱的地步了 这个太夸张了 我朋友在从结盟知名楼盘到高管 从月薪八万收拾到一万 现在 并且成员离别远 年终将都会拿不出来了 跟你扑的谁 你个人的四位执行东西 年薪分别从三十七万元 三百万元 两百万元 三十七万元 通言调资争 十二万元 也就是了 东西都才月薪一万 我们想想 其他的低水员工现在又好惨 你就知道吗 这种大规模很大型的那种 百人以上的公司 月薪啊 那个高管干部 八万人民币 降到一万多 所以你知道中国经济这个萧条多严重了 那更不用说他们其他那种 比较基层的那种员工 所以你看嘛 欧美脱钩还不到在中国投资比例的10%15% 中国经济就已经下行得如此难看 今年也有很多的这个 中国外卖小哥拍片指出 今年消费降级啊 尤其是吃的方面 他感受非常明显 就他自己的经验来说啊 因为我看过三四个嘛 四五个其实看过都蛮多的 他说他们自己 接单的经验来看 这个以前大部分平均消费都是25以上人民币 对吧 那今年全部都变成什么15啊 12啊 18的点餐 而且他说这个是大趋势 因为他自己做外送他观察的出来嘛 所以你知道吃的消费降级 其实就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已经比以前还惨烈了 而这就是通缩收入减少对未来没有投资前景的体现 你不敢把钱做其他额外的这种吃的更好的啊或是买的更好用的更好 因为你想要把钱留着 留着以后有任何的不管是政治运动也好 或是中国经济已经无法继续再赚钱了 你起码还有老本可以度过日子对吧 所以你看嘛 连吃的都要缩一结识的那其他层面啊 当然了 欧美国家在今年年末也出现了小部分的消费降级 但这个是通膨后的这个调控导致的嘛 尤其是美国今年才刚复苏 那整个消费狂热导致物价压不下来 所以美国银行啊 央行那边才一直升息 当然了 房价的利息也会变高嘛 那现在欧美通膨已经没有像年初这么严重了 那这也是他们市场跟政府的调控啊 那台湾我就看满满街的都是人啊 连去日本欧洲各国都可以随处看到一堆台湾人 这比我19年出国这个比例让我感到非常夸张 19年去欧洲还没看到那么夸张多的台湾人 而且我也是11、12月去的 你说日本就算了 进嘛 欧洲耶 台湾人口才2350多万而已耶 在法国的机场 威延娜的机场 罗马的机场 还有米兰的机场 看到一堆台湾人在排队退税一堆啦 所以我想问一下 中国政府在干嘛 以前 你有一些钱 去救市嘛 对啊 去救你所谓的A股 但你现在已经没有 未来的这些钱继续借了 因为你都拿去玩掉了 对吧 烂尾楼 资金链断供 今年又一堆中国的富豪 出走跑去新加坡或是欧美 那当然了这些富豪 很多都是什么政杰人大啦 那小粉红说什么 中国欣欣向荣 所以啊 我们这些反贼 我们这些境外势力 所有都是假的 你看这些中国富豪 怎么不加大投资在中国 而是连人带国籍跟家人 都转去了欧美跟新加坡 宁愿投资这些 你们恨的地方 也不愿意投资中国 救中国 跟那个油头六四分一样 入籍日本 却要大家爱中国 我们接着 继续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些影片 今天非常重磅的消息 就是京东突击大裁员 京东的员工爆料说 目前他们正在进行人员调整 涉及到物流 科技 零售 工业 各个业务线 赔偿金是N加1 但是没有年终奖 据说不同部门的裁员 别的有所不同 年前裁一波 年后还会继续裁 化工的关停潮啊 真的是一波接着一波 继续西听关停潮之后 本一期的关停潮也来了 以前昌硕这边都是人山人海 看看现在冷冷清清 那这么多人都去哪里了呢 难道都回老家 做第一批回家的 靓仔靓妹了吗 第二个富士康出现了 单红千亿产能关停 一百二十亿工厂 十万工人面临着 旁边的小家工厂放假了 我朋友老婆在里面做省弄的 下周一不用来上班了 也不是说把你开除掉 让你回家赌通知 反正每个月发到固定的 基本工资就可以了 大概说的意思是 这个月到下个月 应该没什么订单 老板亏很大 小家工厂 疫情的时候呢 是封控没办法上班 疫情结束了 闪运上班是没有订单 老板也说了 亏很大 你看楼下的饭店 开了一个转一个 开了一个转一个 晚上七八点钟 今天周五你信不信 晚上老板一天一夜 都没有四百块钱 你说怎么干 你们看一下啊 就这样一个麦当劳 边边都住周了 保披了 说现在生意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中国连这种化工厂 这种材料厂的工厂 都倒闭了 倒了很多家 那当然 主要原因也是外资不投资嘛 甚至连中国自己的资本家 都不敢投资了 那中国的化工厂 也是因为产量 产能过剩 为什么产能过剩 因为我没有需求 我没有订单的嘛 所以产能过剩 其实大家可以从一点发现 中国2020年 21年啊 甚至到了去年22年 11月份啊 至大概2、3月份之间 很多地方是不是都传出了 有序用电 很多这种工业区嘛 珠三角 长三角 义屋 这个苏州的一些工厂 都有贴出这些公告 当地的政府公告 当地的小区有公告 当地自己的这个 工厂盖的红头章也都有公告 叫员工啊 有序用电 或是停班 今天工作一天 明天休一天 我们也看过很多影片是 当地的工厂 租发电机 供电上班 订单太多 你还是要完成订单嘛 但政府又给你限电 所以你就知道 当时中国为什么会限电缺电 今年没有这种问题的对吧 今年一样12月 如果在几年前的中国 现在又要有序用电 今年没有耶 难道中国解决了缺电限电的原因吗 并不是吧 原因是很多中国自己的工厂都已经停业了 甚至给你放到明年3月份 放下无薪假 之前世界各地都很惨烈对吧 很多的这个投资转移 它需要时间嘛 这个厂转移 签厂也都需要时间嘛 那这个转移的时间呢 世界各地还是需要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 对吧 大量的电商或是外送 因为都特色管理嘛 一定得中国来帮你出货 而且又便宜 所以中国工厂当时订单就爆多 突然这个用电量大增啊 缺电我是可以理解的 我只能说肾上太棒了 已经找到处理缺电大停业的方法 就是让中国经济下行 工厂大量关闭跟欧美脱钩 太棒了 真的是一边骑单车 一边拿着棍子卡自己的轮胎呢 我这里不接受什么 台湾跟中国一样缺电这种言论 会不会这个level差太多了 前几年都分享过这些影片跟公告文件 人家是银电限电两周至一个月以上 我们接着大家来看下一部影片 我好像真的找不到工作了 今天跟大家说一下我的心里话 在我失业这一个月以来 我每天都在投简历 boss虔诚无忧 我每天都投几十家 甚至还花六十多块钱开了个会员 每天刷新我的简历 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用趣 全部都石沉大海 怕年后也找不到工作 如果年后大怀季医院不好 我还是找不到工作 那我该咋办呢 我就是觉得我不甘心呢 反穿古炉十几年 难道最后的结局就是失业吗 我感觉那些我引以为傲的曾经 现在这一刻显得多么可笑 我早就说了嘛 中国今年大失业萧条 所以有人才要提出 让中国学生来台湾就业 不是我要骂一些中国人 是中国的社会氛围跟环境 已经很让很多人习惯了这种内卷 讲简单一点内卷今天怎么样了 今天两个人要争这个武林盟主的位置好了啦 他们实力都差不多 那今天这个东方不败他就自攻 哦我要练那个葵花宝典 我要赢过你 啊另外一个月步群他也自攻 我也练你的这个辟邪剑法 我也练这个葵花宝典 两个人都自攻 两个人武力又相当 那接下来他们要怎么更内卷 你牺牲掉了自己应该有的权益 然后去争夺这个位置 但你最后还是争不过人家 因为总有人比你更卷 所以这不仅仅是中共造成的 几百年前大清国人去海外打工的时候 当时欧美工人啊 都在跟资本家或是政府抗议低薪的问题 而大清国人却说没关系 我可以低薪 你甚至只要给我吃饭吃就好 我可以不要有薪水 几百年前的排华法案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内卷美国人也是原因之一啦 而当时大清国的皇帝啊 大概从1850年开始就大概知道这个现象 当然这个法案是1880几年通过了 我们从这个咸丰皇帝啊 一直到光绪皇帝啊 都是知道这样的状况 而且他们也支持美国要立这个法案 因为他会觉得你把这个大清国的人力都带过去 那对我来说也是不好的事情 但如今啊 他说来被喷的都是美国人 都是美国政府 却不见大家反思 这几百年以来 大陆这片土地上不曾变过的内卷 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内卷 这不是共产党的专利 是这片土地上 是什么体制造成的 所以我们眼看这种局面啊 中国身为一个世界经济体第二的国家 国土之庞大 人口之众多 却像个小国倒国一样 仰赖进出口外贸 贸易 这点我就觉得荒唐了嘛 身上最近一直在打折要自立自强要自主 内经济内循环高起来 讲真的比大清还不如 大清还一度当过这个世界GDP第一名的国家 而且欧美都还巴着要跟你做声音 哎你不要最后动对吧 那1820年大清GDP占比全国32.9% 当然啦 即便没有欧美的入侵大陆 那大陆当然还是会更加的衰败 欧美那些都工业革命嘛 你大清如果继续封闭的话 你这个GDP吃了还是会被追上了 但这不代表他们自己大清国玩内需是会玩死的 只是他们会跟世界文明脱节而已对吧 而如今的中共国啊 内需玩不起 像这个北韩啊 叙利亚 委内瑞拉 还有这个美国啊 也都是玩内需很强的国家啦 所以你们认为中国 玩内需的话会走向北韩叙利亚 委内瑞拉还是美国这种国家呢 还是那句话 有机会赶快论去欧美啦 虽然会比当地人晚起步个十年 而且你要面临这个不同的文化跟这个语言的这个壁垒哈 但你只要成功了 你知道欧美的消费 那些东西起码是你自己的 你也不用担心骂政府会被抄家 虽然欧美的物价真的是很高啊 但你只要苦过去这段时间 三餐去这个当地的大超市买 买回来自己煮 你能存到的钱 绝对这个比例是比 在台湾跟中国高出非常多的 除非你三餐都是吃外面 那你当然会穷死 那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帮我朋友说 我是189 下次见了 拜